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M Walk News 今日到聖誕假期最后一天 仍然有很多问题可以跟大家谈一下 再盘点一下这两三天发生了什么事 首先今天律政司司长郑若华 在机场一见记者 讲及UGL事件 其实告不告不是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 反而我觉得他有一句说话挺可圈可点 他提到我们只能考虑法律和相关证据去作出这个决定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将法律问题政治化 那时候其实郑司长是没有我现在这么平和的 你可以不妨看一看那段讲话的陆像 就好像有点击动 你说是不是发挥起这个见仁见智 不过政治化这个讲法近年香港相当盛行 每次有任何的社会议题争拗的话 都会被人很多时候都冠以政治化 或者叫别人不要政治化 这样去把问题总结了对手的一些说法 或者态度 那我就觉得 究竟今次或者香港是否真的一个 那么容易将一些问题政治化的地方 或者有一些问题我们是否往往就用政治化 这三个字就可以解读到呢 其实我想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 社会民生都每天会出很多 大家都很有争论性的事情 比如这个法国的黄背心运动 麦克龙我看过 他的回应里面从来都没有 说那些示威者将问题政治化了 再讲了 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 大家都知道这几天很烦 他很孤独的 一个人要在白宫过 他跟民主党这些因为大家意见不同 而令到政府停摆的问题 那摆明就是两个 一个民主党一个共和党 那这些当然是政治问题了 不过他们都没有用到说 民主党你不要将这些问题政治化 将那些民生的这个撥款 政治化就搞到它撥不出 没有这么提的 那为什么独独香港就 我们经常都会听到一些政治人物 或者一些官员他们都说 香港是一个很政治化的社会 很多问题原本只是民生社会的问题 他们都将它政治化了 这样就不好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我想说 其实政治化在今次的讨论上 我不觉得是完全没有的 当然反对派他们是用很多政治上的途径 去将他们自己的论述说出来 甚至是攻击这个政府 但是我又觉得其实所谓的政治化 你都要看一个程度 究竟这个政治化的程度 是不是已经过了火位 或者不能接受 所谓的过火位或者不能接受 就是说究竟他们是否将这些政治问题 无限上线作出一些人身攻击 甚至乎是鼓动一些社会运动 政治上面的活动 这种政治化确实是不应该鼓励的 但是如果只是一些提问质询质疑的话 这种又是不是真的要不得的政治化呢 甚至乎就是说如果对方只是问你一些问题的话 你就照样回答 何需每一次都说对家是政治化呢 这一件事我想尤其是问责官员 当然我觉得律政司的位置 和其他问责官员有些不同的 因为本身他是要不偏不倚 去帮香港的司法把关 不过我想说其实香港政府的其他官员 设计不要让任问题都说反对派政治化 因为事实上政治化都要看程度而言